瓦尼莎是科比一生的挚爱 也正是因为她 科比曾与自己的父母险些就此决裂 即便在婚礼上 科比的父母和姐姐都没有出席 这里是篮球视觉 我是小皮 这样的矛盾 科比怎么可能不想和自己的父母完成和解 又怎么忍心和自己的父母彻底断裂 就在2001年的初秋 科比的外祖父去世了 在葬礼上 科比带着新婚妻子瓦尼莎出现在了现场 这一幕让她的家人们动了 因为这代表着 科比不是那样一个绝情之人 在葬礼上 和科比关系极为亲近的外祖母 将一家人拉到了一起 用着长辈的身份 努力修复一家人之间的隔阂 而真性情的科比又怎会无动于衷 于是 在科比主动的示好之下 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较大的缓和 2002年 科比给父母在拉斯维加斯购买了一处房产 让父母安享晚年 2010年 科比的父母到现场观看胡人比赛 科比申请拥抱父母 亲吻母亲 这个男孩 终于用自己的努力 将本已失去的亲情找了回来 阿瓦尼莎 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自己是真心爱这个男人 他们的婚后生活 虽然有过起伏波澜 但最后都是恩爱如初 执着却又轻易的科比 在这次爱情和亲情的碰撞中 先是坚定了自己种族平等的爱情观 并让他有了完美的结果 同时 又在想方设法地缓和自己的亲情 用最巧味的方式 修复了亲情的裂合 科比的选择 从没有一意孤性的冲动 只有好谋而成的坚定 回首看当年的那次碰撞 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个力排众议的科比 早已在心中筹合好了一切 因此 胸有成熟的他 才会让那次碰撞发生 毕竟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证明了 他 一直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黑蛮吧